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一些人虽然主张中国要改进进度的一些 但是他们的这种政治主张 不是中国自己这个政治制度或者经济制度 或者说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的这么一个产物 它不是来于中国自身内部的发展 是吧 也不是中国社会的这些政治精英或者文化精英 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或者制度进行了一个深刻反思之后的 一个觉悟或者一个认识的一个升华 是什么呢 他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 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需要 对一些外来的政治理念 政治制度 一种畸形的一种嫁接 当时行政很危急 为了维持他的统治 是吧 嫁接了接受了西方的一种外来的一种政治文化 那么这些人对于这个立宪政体赋予了一个非常神秘的 非常奇效的一个光环 什么光环呢 就是好像中国只要一旦改进了君主立宪政体 中国社会内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就可以能够强兵欲武 那么这种思想很明显是过于理想化 就是君主立宪问题 就是适应君主立宪政体 它不是万能的 那么这种说法 就是这种思想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什么呢 就是改革代替革命论 就是他们认为只要亲自不进行改革 改革了君主立宪政体 就可以避免社会动荡 就可以避免革命 那么这种思想 就是改革代替革命论这种说法 在西方学者那里也有一些明确的表述 我说也有些西方学者也是这样的观点 你比方讲 拉斯维尔 他曾经讲 他说有计划的改革 有取代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功能 你只要进行一些政治改革 就可以取代 是吧 这种政治革命 那么帕尔默 他也讲 他说只要旧的上层和统治阶级 多做一些明智的让步 革命就不会发生 就是这些主张实行立宪的人 他们主张立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新政府只要进行一些政治改革 就可以避免革命 是吧 可以呢 使孙中山等人宣传这个革命 这种宣传主张 失去他的这种政治上的吸引力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新政府内部 维尔的立宪问题 那么他们的一些争论 那么在这个争论当中 实行这个君主立宪政体 对于封建君主 封建皇帝的权力的立地如何 那么这个是统治集团内部官员 讨论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 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对于清朝皇帝的权力 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 这是人们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决定了 清政府的预本立宪 他的这种政治发展方向 他的发展这个素质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主张塑形君主立宪的 这部分官员 他们受到了君主立宪政体 他的政治影响那种诱惑 那么同时也受到了中国这种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就是他们认为 那么采取新的法统的形式 你们说制定宪法 来代替过去的不成文的这种伦理道德 他认为采取这个办法 以法统的形式 以文字的形式 以法统的形式 规定了清朝皇帝的权力 这样就有利于维护秦王朝 或者清朝皇帝的这种政治统治 他认为采取这个宪法的办法 可以有效的改变过去这种君主和老百姓 军民对立 把它改变为一种什么呢 军民互相的结合 是水乳交融的关系 认为这个君和民之间的关系 君主和民众的关系 就能够水乳交融了 利益一致 那么这个宰泽 他在这个考察政治过程当中 他就极力称赞 实行君主立宪国家 他的一条规定 在这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当中 都要写这么一条 什么呢 就是君位尊严无对 君主的权力 位置是尊严无对的 独一无二的 君统万事不义 君主这个家族统治这个国家 是万事 这个一万年都不再改变 永远是打听皇帝爱心绝罗 要做中国的皇帝 君统万事不义 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侵犯 他对这条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他回国之后 给这个慈禧太后所上的密哲当中 也是讲 讲什么呢 说这个实行了君主立宪 就会皇位永固 皇帝的位子永远是 固定下来了 保留下来了 说立宪之国君 立宪之国君主 神圣不可侵犯 君位万事不改 还是在强调实行这个君主立宪之后 他去宪法的办法 是吧 使得君主的权力可以一万年 都不会改变 那么后来在1908年 新政府第二次派遣考察政治大臣 那么这个去这个日本呢 等国家去进行考察 去日本考察的一个考察政治大臣叫做达寿 那么达寿他也强调 说实行君主立宪之后 君主万年无意味之忧 君主就不再忧虑了 说他的皇位会被别人所侵夺 说万年无意味之忧 那么也说 他们认为只要采取了君主立宪的办法 对于封建皇帝的这种权力和地位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可以使清朝皇帝是万事一系 皇位万年不改 比如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君主立宪的 来保证清朝皇帝这个权力的至高无上 尤其是达寿 他非常详细的论述了 这种国体和政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讲 他说政体仅仅是区别 是立宪还是专制的 这么一个国家的形式 那么这个政体呢 可以根据形式的不断变化 而转移流动 这是他的原话 而转移而流动 就是政体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他说而国体 它是一个国家的最根本 和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这个国体呢 它是源于这个国家的 他的这种悠久的历史 是固定而难改的 固定而难改 这个国体不会因为政体的改变而进行改变 他出于这样一种认识 那么出于这样一种认识 他就讲 他说中国 实行这个君主的国体 已经有几千年了 是吧 在上 皆无旁落之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中国 中国一旦改行了 君主立宪这样一个政体 是吧 这个大权还是掌握在君主手里 这个国体不会改变 他讲了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在中国改行君主立宪这样一个政体之后 不但是无害于君主的国体 反而呢 是有利于君主这个国体 是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正是由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他们相信 或者他们希望通过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可以使清王朝的统治万年不替 使清朝皇帝 他的皇位是万年不改 大清朝永远统治中国 爱新觉罗 这个家族永远统治中国 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一点 才使得清政府 是吧 能够同意或者认同 在中国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那么后来 你们是写下 你比方讲 1908年 清政府颁布的这个 清定宪法大纲 那么还有包括 像1911年 清政府颁布的 这个宪法信条 19条 那么都把这样一个条文 列在第一环 无论是清定宪法大纲 1908年的 还是1911年的 这个宪法信条 19条 或者叫做重大信条 19条 都把这么一个条款 放在第一位 什么条款呢 这条款一般都是这样想 规定 大清皇帝 统治大清帝国 万事一系 一万年 都是由大清帝国 大清皇帝来统治 大清皇帝 统治大清帝国 万事一系 永永尊代 永远都要尊代 这个清老皇帝 把这一款都放在 这个第一条款 也就是说 清政府实行 君主立宪 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它的一个最主要的 政治目的 就是要使清朝到皇帝 万事一系 维护清皇帝的 根本统治 那么这是 这个在 日本立宪过程当中 清政府内部的 这些官员 围绕着中国 实行立宪问题的 那么一个争论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啊 围绕着这个 是否实行 责任内阁的问题 产生的争论 是否实行 责任内阁问题的争论 那么在这个 国家这个权力机构当中 是不是设立责任内阁 它不但是一个 君主立宪政体 和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政体的 一个重要区别 而且呢 它对于这个 君主的权力 这个影响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重大的 那么因此在 清统治集团内部 在讨论 实行君主立宪这个问题上 那么围绕着这个 设立责任内阁问题的 这个争论 也是表现的 非常的激烈 那么这个主张 要实行君主立宪的 或者主张 迅速要实行 君主立宪的 这些官员 他们认为 说实行这个 责任内阁制 设立责任内阁 并不是呢 君主让其权于大臣 不是说君主 把自己的权力 交给这些大臣了 交给这责任内阁大臣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仿向着日本 行大权政治 那么行大权政治之后呢 仍然是主权在君 最高的权力 还是在君主手里 所以实行了 这个责任内阁之后 是吧 君主的一部分权力 一部分行政权力 交给了这些内阁大臣 那么但是 清政府的这个皇帝 仍然掌握着 最高和最后的 一个财可大权 最后 是不是认可 又还要由皇帝 来决定 皇帝还仍然掌握着 最高的 或者最后的 一个认可大权 他们做了些具体分析 他们说 在原来的这个 君主专制政体之下 是以君主一个人 来承担天下的重任 是吧 他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即使是圣主明君 非常有思想的 非常有能力的君主 也难免会导致什么呢 政治上的一身失误 政治上的失措 或者犯一些错误 很难免会出现一些呢 有违背民意的这个事情 就是一旦出现这些事情 往往是轻者 君主须下招罪己 君主要下诏书 自己做检讨 说重者就会成什么呢 这个天下 一种征战混战之局 天下打乱 互相互相打 出现这个征战之局 他说了 说君主下招罪己 以前在史书当中 做一种美谈 去称赞 说这个君主很好啊 是吧 自己做自我批评 所以实际上呢 这是君主的一种 被迫无奈的一种做法 那么他在政治上 实际上会损害君主 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以如果出现 天下混乱 天下征战 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更会直接危及到 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力和地位 但是呢 如果设立所人内阁 设立所人内阁之后 是吧 那么他就实行一种间接政治 就是皇帝不直接进行政治统治 是通过内阁进行间接政治 那么这个责任内阁 他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所谓的责任内阁 责任责任 责任在哪呢 责任在内阁 出现什么问题 是由内阁来负责任 这个内阁是上对君主 下对议会 均负绝大之责任 这个责任内阁呢 上对君主 下对议会 都要负责任 说如果出现 国家政治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 是吧 那么议会 就可以直接去批评 这个内阁 内阁要向议会 来做出解释 那么议会 也可以弹劾这个总理内阁大臣 所以在这么的情况之下 这个君主呢 则常托然于责任之外 这个君主是不负责任的 有什么问题 是由责任内阁来负责任 所以这个事情 就像中国古代 出现了 国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 一个事情 重大的变故 宰相必备 宰相 那么引咎辞职 或者皇帝把他免职 是吧 而君主的统治是不变的 统治如故 就是他们讲 所史书上讲的 叫做什么呢 相位但习可谦 呈现的这个位置 可以随时是变化的 君位万事不改 君主的前例是不变的 他说采用这个君主立宪制下的 这种责任内阁 那么这个皇帝 是可以享受 他应该享受的一些荣华富贵 可以度享其成 而兼具疑难之事 出现了一个问题 兼具疑难之事 君不必独奸其责 君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说实行责任内阁 总理内阁大臣的权力 虽然非常大 很专断也很重大 但是这个君主的这个责任内阁 总理的大臣的这个权力 不是无限大 内阁总理他要受制于这个议会 有议会对他进行监督 他说这样做 就是采取这个君主立宪制下的 这种责任内阁 这个责任内阁的作用在于什么呢 叫做善则归君 过则归己 国家政治治理的好 善好的方面 那么这个是归功于君主 过则归己 出现了过错失误 这是由总理内阁 总理大臣内阁 责任内阁来承担的 那么他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实行这个责任内阁呀 对于君主是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的 这个责任内阁 只不过是帮助君主处理国家政务的一种工具 是吧 权力还是在这个君主 那么这责任内阁 只不过是帮助君主来承担责任 承担过错 或者说分愿任棒的 分 来这个这个 代替君主来承担人们的一种批评 分愿任棒的这么一个打箭牌 那么这是这个主张肃行君主立宪论者 他们主张迅速设立责任内阁的他们一个理由 设立责任内阁 皇帝就没有重大责任了 有什么责任由内阁宗理大臣来承担 这个对于君主是有好处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 那么但是这个完全反对实行责任内阁的 完全反对改行君主立宪的这些官员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就跟这个前面这些人这个主张是大不一样 那么这部分人他们一方面强调 中国原有的官僚体制 原有的这些机构 是大清朝的列祖列宗 参考了中国历史上的 历代的这个贤君 这个贤相 好的君主 好的丞相 这些大臣 是吧 他们的一些好的一些治国的方法 因格损益而成 那么他们讲 说现在中国清政府这个立志很败坏 是吧 正是萎靡不振 说这些个原因的 这些事情啊 非由官制之不善 由以制之 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官制不好 导致中国立志腐败 是吧 这个正是萎靡不振 不是这样 非由官制之不善 由以制之 是什么呢 实由官制办理不善者 由以酿之 是什么 说中国出现这些问题 不是中国官制出现的问题 因此就是不必要去采取 设计责任内阁的办法 是什么 是由于这个官员 在办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办理不善 是某些官员 个人的政治素质不高 是吧 解决中国的问题呢 是要怎么样提高 这些官员的政治素质 从这入手 那么因此 那么他们就从根本上 否定改变 原来的官僚体制 和设立责任内阁 这种必要性 本来中国这个官员体制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出现问题是这个官员问题 是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从根本上 否定中国 改变这种旧的官僚体制 和设立责任内阁的这种必要性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批评 或者这个碰 是ает 这个官员委员嘛 是 是